今天我們又目告耶穌實行的一個奇蹟,是一致一個法院。 首先,我要先提到耶穌行事了非常多奇蹟, 其實這不是一支普遍的。 如果你看到希臘原文, 這字所謂奇蹟,真正意思是指示。 這就是指示,耶穌是聖經律職的迪賽亞。 然後,在你的嘴巴,在你的嘴巴, 在你的嘴巴,在你的嘴巴, 在你的嘴巴,在你的嘴巴, 在你的嘴巴,不是我。 對。 為什麼呢? 因為在古詞中, 它是指示, 就是,我們想說, 在世上, 當神聖經會來, 聖經會來看, 聖經會來看, 在他們看病人, 他們會健康, 還有其他人會死亡。 因為旧約裡有提示, 在聖經會來時, 盲人會重新看到, 聖經會復活, 還有其他其他其事。 耶穌第一個奇蹟其實是指示,是在加納婚宴的指示。 而神在伊甸園最先做的事情,就是祝福亞當跟夏沙的回憶。 今天,耶穌經過耶穌一個救城市,是一個非常大的城市。 有很多人追求祂。 有一個盲目的乞丐, 因為他不能看誰,找不到工作。 所以,當他聽到, 他聽到有些人在做奇蹟的人, 有些人在做奇蹟的人, 有些人在做奇蹟的人。 可是他自己,然後親自想說, 他不只是奇蹟,他是大衛的子孫。 而大衛的子孫,這個稱呼,就是救經文後的子孫。 而大衛的子孫,這個稱呼,就是救經文後的子孫。 就是救經文後的子孫。 所以,一天,耶穌經過耶穌, 他聽到很多人,他聽到很多聲音, 他聽到很多聲音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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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發生什麼事。 他們說,這就是很興趣, 這就是那撒勒的耶穌在經過。 這個人們的知識, 他們沒有知識到耶穌的神, 所以他們說, 耶穌那撒勒, 這是個小的城市。 大都市的這些人,其實不是很熟悉耶穌, 他們只有聽說,這個成為一個非常小鎮的人物來到他們這邊。 我們會再講講, 但是,那聖男人, 並不是說是耶穌的耶穌, 他在喊著, 他在喊著耶穌, 耶穌, 神的大衛的子孫。 很興奮, 他, 聖男人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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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他叫他, 他向他寫, 耶穌, 耶穌大衛的子孫, 請你名我。 這讓我們知道, 一個簡單的祈禱, 但一個深深的祈禱, 一個祈禱的祈禱, 一個祈禱的心, 而這讓我們知道, 這個祈禱是一個非常單純的祈禱, 直從心裡出來。 我們會說, 主耶穌基督, 憐憐我。 而當我說, 憐憐我, 我就是純粹於我自己這個單人, 然後對你來說, 我所謂的我, 是指我, 還有你,還有全世界, 還有全部所創造出來的物資。 我不能把自己分析, 然後說, 好,幫我現在, 因為我患了, 和其他人, 而不去管任何其他人。 所以,我們必須要記住, 心裡的祈禱, 並不是一種祈禱, 我和神的祈禱。 我祈禱, 我就是, 我所有的祈禱。 但是, 你們知道, 這真是很可憐的, 有些人, 跟耶穌基督說, 閉嘴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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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嚇死。 你閉嘴, 你不要去干擾這個人。 很多時候, 我們要去教會, 我們看到, 有很多, 我們要說, 有很多, 我們看到, 有人會讓我們去教會。 我們常常經歷到, 有人想來教會, 我們想來教會, 可是, 任何其他人, 會來干涉, 來阻止。 其實, 在這裡, 你不會有這種經驗, 但是, 更快後來, 你會有, 如果有很多聖徒, 或許多人, 也會有閉嘴和教會。 可能在台灣比較單純一點, 可是, 九二九經, 你會經歷到, 可能其他神父或其他人, 或其他人, 而, 我沒有想起這個, 但是, 我們是人類, 而, 你會看到, 人們, 擔心你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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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不是進入教會。 我希望, 你會經歷到這個, 有私有光, 你有心理準備說, 九二九經, 這一定會發生可能。 因為, 我當時, 在歐洲, 我當時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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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教會。 我以前是在希臘當大學生的時候, 我那時候有留長法, 然後我要去教會的時候, 有個老婦人就把我停止說, 你怎麼可以留長法去教會, 我是有一個很快樂的心, 要去敬拜神, 可是就會這樣說。 尤其是, 例如,我昨年, 我昨天,我弟妹, 她在醫院工作, 她要帶走在醫院, 她找六位在聖禮禮, 她bas Sister, 然後我的命名她那個是一直到...